还有现代人喜欢客制化 所有的东西都要符合自己个人的需求 就连零嘴都是一样的 买肉干现在也能够DIY 肉干业者所推出的是只有三分熟的冷冻肉干 买回家之后你自己再去把它烤熟 想要几分就是几分 毕竟过年宅配肉干店家派三倍人手分头包装赶工 要稀客传统肉干不够看 现在还推DIY肉干 因为肉干刚炒烤出来的时候是最香的 那个消费者可以自己体验烤肉的乐趣 又可以享受到那股香味 连猪肉干也学牛排来个三分熟 放到灯上还会透光 看得出肉干加了柑橘果粒 想吃得要自己动手 平底锅煎肉干室内瞬间 旁公公不断刺激味蕾 这种半成品肉干能放冷冻延长保鲜期 想吃多少再烤多少 才推出两个礼拜订单就接不完 不止肉干材料行里头的半成品饼干 同样抢转懒人才 过年前业绩成长一成以上 因为不用揉面团 只要把调整的冷冻面团 逐一切片摆上烤盘 爱心还有猫咪图样 看起来都超可爱 它的甜度是没办法随个人的喜好 尤其像现在人可能喜欢比较养生 女孩子都稍微不想要吃太甜 那它的甜度可能都会稍高一点 省去大半制作过程 放入烤箱20分钟 注意饼干的颜色变化 一开始不要烤太多 尤其因为它很小 然后全部烤焦了就没得吃 我建议您说您可以分几次 第一次先测试一下 不用厨艺大考验就能享受料理乐趣 过年零嘴不只能吃得香 还能够让厨房跟着飘香 增加亲友互动 在年节前特别受欢迎 TVBS新闻张志军蔡一静 新北市报导